我們看第四題 他說這個反方症 是等於這個 那麼他會說 這個的反方症是多少 也就是說 他把這個 這個 調到這裡 就是這一類調到第一類 其他兩類把它擠下來 那麼這樣的反方症等於多少 這一題我們怎麼做 這一題的話 我們就回到 回到最原始的 那個什麼 這個矩陣的應用 就是從解那個 方程組那邊 我們來看看 這個的反方症是多少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我們現在考慮一個什麼 方程組 三原次方程組 AX 加上BY 加上CY 這個我叫做 D1好了 ABC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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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 加上EY 加上F 這是Z 這寫錯 三原一次方程組 Z 這是等於D2 那這是Z FZ D1 X X X 加上HY 加上IG 等於D3 這個方程組 我可以把它寫成 我可以把它寫成 矩陣的 方程式 這個就是 A V C D E F G H I 乘以多少呢 X Y Z 等於多少呢 D1 D2 D3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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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C D E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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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I' 乘以這個D1,D2,D3 那現在再問一個問題 這個構成的三元一次方程組 是Z'H'Y'A' remembering the law gw lazım 這件我便考慮 o 類似豆漿的過程 我可建議一個矩陣方程式 就是說,這個體贈是dhiabcdef 乘以多少?xyd 這個東西的話,現在要等多少呢? 要等這個 這個的話 這個也要等多少呢? 要等1的話 現在我們知道 這個方程式的話,我要變成這個方程式的話 現在是這個乘以這個等多少? gx,hy,ig 這一層的話 是這個,是d3 我把這個方程式換成這個方程式的話 這個乘以這個,是等於這個方程式 那abc乘以這個的話,應該是d1 d1 dx,ey,fg d2 就是這個乘以這個,是等於這個方程式 是等於d2 那我一樣 我現在呢 我現在呢,用這個呢,舉正方程式要求出syz 把他求出syz 現在這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我兩邊把他取什麼呢? 取這個的環曲症 就是等於這個環曲症 zhi abcr df 取他的環曲症 然後這是d3 d1 b2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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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 d1 d3 d1 d2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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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弄出來的這個是一個人的航向量 這個航向量是什麼 是D1乘以這個航向量 就是D1乘以這個航向量 加上D2就是D1乘以這個航向量 A' D' Z' 這個航向量我用方塊 加上D2乘以這個航向量 D2乘以這個航向量 V' E' H' 再加D3乘以這個航向量 C' F' I' 那我現在的話 這個乘數法是D3乘以這個航向量 加D1乘以這個航向量 加D2乘以這個航向量 現在我把它對掉 我把D3把它掉到前面來 D3 C' L' I' 就是這個乘以這個航向量 寫在第一個 D1乘以這個航向量寫在第二個 D2乘以這個航向量寫在第三個 當然這是inverse inverse 不是直接乘 是乘它 乘它 乘它能夠反矩正 我把D3掉到最前面來 再來D1的話 D1是掉到中間 D1 A' D' Z' A' D' A' D' D' Z' A' D' A' D' A' D' D1,D2,D3,D1,D2 這個等了SYZ 這個也等了SYZ D3這個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這個等了多少 這個實際上就是這個矩陣 所以就這樣得到了 所以這個答案是多少 這個的環矩陣實際上就是這個 這個是C' M' I' A' D' Z' B' E' H' 所以這個就是答案 事實上的話我們矩陣的運算 是怎麼 最原始是什麼 就是為了解這個方程組 很多矩陣的運算的話 你如果從最原始的解方程組來思考的話 事情就會很明白 所以答案是這個 所以第四體的話 答案應該選五 答案應該選五 對 答案應該選五 或是可以有空的 對 我答案應該選五 對 對 在討論